与死神博弈 与时间赛跑 他们承担着怎样的神圣使命 高原禁区 矿经绝境 最危险的水下现场 总有冲锋在前的特殊身影 挑战极限 排除万难 他们练就了怎样的过硬本领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先很近 向前看 小心 立正 今天潮湿比较高 注意及时收拦信号 到几以后不要紧张 下面开始转召 张恒寅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向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潜水班长 潜水是勇敢者的事业 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开始入水 十几年来 张恒寅将全部身心 沉到阳光照射不到的世界 把生命和蔚蓝色的大海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十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 这一天张恒寅像往常一样 带领个队员进行水下训练 一声紧急集合哨 打破了瓶颈 上级指示 三名地质队员在青海陀陀河考察时走失 目前只找回两位地质队员的遗体 最后一名队员生死未捕 急需救援 2012年11月的青海 在柯可西里陀陀河地区天气恶劣 高原酷寒 加大了后续搜寻的难度 当地搜救队不得不暂停搜救 国土资源部立即向海军发出求援 请求搜救最后一名失踪的地质队员 向前看 向前看 在接到上级命令后 海军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成立19人应急搜救小分队 其中8名潜水员 来自北海舰队某防救支队机动救捞中队 他们在第一时间出发 经过78小时长途跋涉 他们从低海拔的青岛地区 以最快速度出现在海拔4862米的可可西里地区 在这生命禁区 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 风力达到8级 寒风向沾了水的皮鞭 带着尖锐的呼啸直往脸上抽 高海拔让这里的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 搜救队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 一般从低海拔到高海拔 需要有一个短暂的停留 但是时间紧迫 救捞队顾不得调整 直奔事发地点 虽然机动救捞中队此前历经考验 但在高原高寒条件下潜水作业 还是头一次 11月23日下午1点 搜救队到达最后一名地质人员失踪的区域 驼驼河的豌豆湖 豌豆湖 东西最长约8.9公里 南北最宽约3.3公里 水深近20米 像一颗发芽的豌豆横卧在大地上 像这样的咸水湖 在青藏高原差不多有上千个 并不起眼 高原湖泊被积雪覆盖后 需要经验丰富的当地向导 借助卫星导航 才能找到通行的路线 否则很难搞清楚 哪里是坚实的地面 哪里是脆弱的冰面 据当地搜救队介绍 三名地质队员开车行驶至豌豆湖时 这里刚下过雪 薄薄的冰面被雪覆盖 车行驶到结冰的湖面上时 冰层破碎 不幸沉入湖底 到达事发现场后 搜救队员克服高原反应 带来的种种不适 首先是用图像声纳 在事故点附近展开搜寻作业 虽然是中午时分 但气温仍然只有零下15摄置度 救援队员的帽子 手套和设备上 都已经结冰 湖面基本上都是已经冰封 就我们穿着那种厚的毛皮鞋 就往这种水里一放 紧接着拿到这个湖面上 就直接跟地就冻成一块了 在临时搭建的救援平台上 潜水员把水下声纳 缓缓放入湖中 岸上的潜水员精心操纵图像声纳 将冰下的情况反馈到显示屏上 14时45分 第三名失踪人员的遗体被发现 此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18摄置度 救援队加快速度 想在气温快速下降之前开展工作 他们用铁锤在厚厚的冰层上 砸出一个洞 高原 极寒 潜水作业 每一个因素都意味着生命危险 紧急关头 来自英雄救劳中队的八名潜水员 没有一个退缩 争先空后 要求第一个下水 最终任务指挥员选择了潜水员张恒民 凭倾着过人的意志和多年磨练的经验 张恒民带着信号绳缓缓滑动 寒流如刀刺穿他的潜水服 身体就是刺骨的寒冷 这个寒风扑来的 就是打着这个皮肤肉上的这种痛 就是这种冷 它是直接就是刹到你的骨头里 从岸边到那个遇难者的那个地方 可能也就不到三十米的距离吧 但是我感觉好像离着 就是好几千米的这么远 五分钟后 就在即将接近目标时 眼看潜水员距离遇难者越来越近 可是由于高原反应 张恒民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就感觉在下边已经就是 勒得我喘不动气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就马上就感觉就要断气了 勒得我越来越紧 我在下边都感觉 我想就把自己的这个潜水头盔 给摘掉 我就感觉我往里吸 吸着一口气的力气 都没有 在下边就感觉就 生目如死了 岸上的指挥员听着潜水员的喘气声越来越慢 不停询问水下情况 可是得不到回应 岸上的人屏住呼吸 一 焦急地等待着下面的回答 领导根据我这个 听我的这个呼吸声 还有这个气泡声 确实是已经到了这个极限 当时我在下边就 用拼进最后 就是力气就喊两个人 就会拉我 来 慢点 慢点 我看了天气下 天气里面 他只要是在30秒钟 他就出过来 他就会 就是平静接到一起 在严寒和高原反应的双重考验下 潜水员直到耗尽最后的体力 直到最后一刻 才在岸上队源的帮助下 顺利出水 紧接着 第二名潜水员赵林入水 刚下水没多久 由于水温过低 赵林也被迫返回岸上 经过两轮下水 确定了遇难者的具体位置 搜救队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 利用定点破冰的方式进行打捞 按照新方案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打捞 遇难者遗体终于被打捞上来 急线环境 勇士们凭借过人的意志和本领 向死而生 极限挑战 除了要挑战高原寒冷 更要挑战下潜深度 更深的海底 等待着他们去征服 深秋时节 张恒寅和其他潜水员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300米 海洋宝和潜水做准备 宝和潜水是实现深潜水的关键技术 更是人类向海洋空间和生命极限挑战的 前沿技术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 具备大深度饱和潜水能力 尽管面对各种挑战 从报名到选拔 张恒寅都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知道要搞这个300米 宝和潜水以后 我感觉第一是挑战自己 第二就是在300米的地方 需要我们去下水作业 或者去救援 我们有这个能力 2015年1月4日 300米海洋宝和潜水试验正式开始 张恒寅等四名潜水员一起进入宝和舱 开始加压 舱门关闭的那一刻起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加压开始不久 潜水员突然感到不适 身体像被冰冻一般 因为这个氦气 它传到这个热量很快 就很快就把身上这个热量给带走了 在里边我们就差零点几度 就突然就感觉到很冷 密闭的舱室里 张恒寅和其他潜水员的身体 很快受到水蒸气所带来的真菌感染 大腿内侧起氧无比 不管是什么状况 外边人是一点忙也帮不上你 和外边也是干着急 但是它进不来 随着舱内继续加压 潜水员们出现了更加难以忍受的症状 到了170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 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一个症状 叫高压神经不可症 感觉四肢无力 关节就开始疼 就是一点势都没 脸色也不好 头也疼 这个地方相当的疼 然后嘴里就慢慢就开始没味了 呼吸困难 头痛欲裂 精神恍惚 在极端考验下 潜水员靠着超强的毅力 进行自我调节 有气体的这些汤匙 这个地方是容易受压的一些 敏感的比较部位 只要你能控制好 就是随时要调压 如果你不调的话 这个耳膜很快就会被压穿 身体不适的症状稍有缓解 潜水员们立刻请站 继续加压 向深海挺进 经过18个小时的持续作业 饱和加压顺利完成 300米潜水饱和系统 由一号舱加压舱 二号舱过渡舱组成 接下来潜水员们 要从一号加压舱 通过二号过渡舱 进入潜水中 最后直接从潜水中 进入300米的水深中 在曾经的生命禁区 潜水员们打开舱门 钻出潜水中 开始寻潜 这是最艰难的一刻 潜水员的身体 直接暴露在深海中作业 犹如航天员在太空行走 300米的水下 潜水员身上要承载31个大气压 相当于每平方厘米 承载30公斤的巨大负荷 300米宝盒 就最直观的一个利益 就是我们8号米的钢板 就直接可以压成一张白纸 这么薄 就这个压力就这么强大 终于张恒银和他的队友们 战胜了超高压环境和恐惧心理 一路探摸到了330.2米的海底 创造了国内潜水的新纪录 这次饱和潜水顺利完成 试验过程尽管只有16天 然而中队潜水员们为此足足奋战了一年 老一辈这个人用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想突破这个300米 都没有实现 在我们这台人身上 由我们来完成了 这个也是对自己特别的自豪 海军防救任务最大的特点是 平时及战时 平战一体 救援生命分秒必正 2015年6月1日 21时28分左右 一艘从南京驶往重庆的客船 东方之星 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建立水域 突遇龙卷风 客轮当即翻沉 事发客船上共454人 400多名群众倒扣江底 生死未卜 6月2日上午 机动救捞中队 文令机动 在街道赶赴长江湖北段 救援亲赴的东方之星命令后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当时一听这个东西我感觉到很震惊 就是说一下400多个人 将近400个家庭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风雨奸程 6月3日凌晨 部队抵达救援现场 6月的江边风大浪急 长江正值迅气 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 潜水员们要在黑暗 陌生 复杂的水下环境中 快速展开救援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要与时间和体力赛跑 首先要确定水下环境 为下一步救援计划提供必要信息 这需要有人先下水 在海军防救部队中 这叫下头水 第一个下水的潜水员格外重要 危险性也最高 流速接近四节 能见度约为十厘米 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水流速度已经超过了 潜水作业的安全介质两倍还多 按照安全规定 这样的严酷环境中 不允许再进行作业 但是他们选择了迎难而上 潜水经验丰富的张恒寅 请求第一个下水 潜水员下水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张恒寅一个猛子从湿式船底 扎进江流湍急的湿式水域 潜到水下 他就把紧张抛到了脑后 拼尽全力向底层摸索前进 我们正常的潜水作业 水流不能超过1.5节 我们当时在救援现场的那个水流 已经达到了刺激 下去以后没有找到受力点 这一秒钟的时间 就瞬间把我吹到了船子的屁股后 急速流动的水下 行动极为不便 张恒寅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向规定的区域游动 张恒寅探摸完沉船一层指定区域后 没有出水 而是继续向二层摸牌搜救 随着下潜深度增大 水流流速加快 行动更加费力 江水浑浊 如果能见度不到10厘米 头灯的光亮无法射穿黑暗 张恒寅只能用双手在船舱里艰难摸索 为了能分辨出遇难者 张恒寅决定摘掉潜水手套 随后他很快摸牌到一个舱室的窗户 然而眼前的玻璃完好无损 挡住了前行的路 这个玻璃是比较完整的 第一次下去没想到下边需要什么工具 就用拳头把这个玻璃我就给捣毁了 张恒寅用拳头破窗而入 进入舱室 顾不上手伤的剧痛继续探墨 舱室内杂物交错 张恒寅一边清除路障 一边在黑暗中前行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忽然在铁架子旁边 他摸到第一个目标 一位失势女子的脚 随着身形的移动 他一下子与水下遗体 来了个近距离面对面 然而长期的训练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让他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我想我不管怎么地 我要尽快地把你带回家去 给你家人一个交代 这是对你这个 还有对家里是最好的一个答复了 就在张恒寅要返回岸上时 意外发生了 由于船舱结构复杂 他的信号绳与船体发生了脚缠 在这种情况下 紧张和慌乱将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他沉着冷静地回身拆解绳索 不断调整姿态 情急之下 他顺着背缠的方向 一点一点自我解救 终于挣脱了脚缠 由于船体窗户狭小 他决定卸下背上的供气瓶 仅靠与岸上相连的供气管提供氧气 沿途迂回曲折 供气管随时都有被拉断或者被脚缠的危险 这也意味着一旦供气管被玻璃割破 潜水员将没有备份氧气应急 同时潜水员供氧的软管受水流冲击 随时可能会出现断裂 这些情况都将直接导致潜水员出现生命危险 这次下头水 历时74分钟 张恒寅不仅摸清了水下情况 还成功打捞出一名遇难者 上岸后 他很快阐述了可行的打捞方案 为指挥员决策提供了依据 这时人们才发现 张恒寅的手上几道很深的伤口 已经肿胀发白 接下来的潜水挑战更多 通常潜水员下潜时 都会背上一个氧气瓶 里面存储着高压空气 可以给潜水员提供一个多小时的氧气保障 这也被潜水员称作回家气瓶 但这一次因客舱狭窄 加上舱内环境复杂 为了提高救援效率 潜水员主动选择舍气背上的应急氧气瓶 以便行动 我们中队的精神是舍生忘死的精神 中队的官兵都要面临生死的考验 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死亡的面前退缩 舍弃应急氧气瓶 潜水员将直面很大的生命威胁 但他们没有退缩 而是24小时不分昼夜的连续搜救 一直工作了五天六夜 这次大规模应急救援 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均派出救援力量 总计200多名潜水员参与其中 组成了一支持续不间断救援的水下搜救队 从抢救生命的角度来看 结果有些遗憾 由于事故本身的严重性 船舱里只成功救出两名生还者 但是能把遇难者的遗体 完整地打捞上来 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 无疑是一种慰藉 把艰辛埋入深海 用双手托起希望 以血肉之躯 一次次向惊涛骇浪 发起雄壮的禁军 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 英雄救捞中队 这支水中蛟龙 在无边的黑暗中 一次次挑战各种生理极限 与死神赛跑全力救援 为的就是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